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西蒙在柔博州选残败后 行动党党内开始有要行动党单飞的呼声 但林冠英接受当今大马和KiniTV专访时 不认同单飞的主张 因为大马政治始终都是靠联盟执政 那么西蒙又有没有可能跟反国阵阵营谈性合作呢 林冠英则重生不会和慕尤丁合作 行动党万一国会议员王建民早前建议 反国阵阵营谈性合作 例如西蒙和国盟谈好不需竞选彼此的特定议席 以免国阵在三角战中渔翁得利 但是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不认同这个主张 他认为王建民是以学术角度来分析周选 但是合作与否却是政治问题 林冠英因此重申 不会和曾经背叛他们的慕尤丁合作 也不后悔当初拒绝前首相慕尤丁下台前的朝野合作献议 一次被蛇咬十年发警神 对不对 所以你哪里可以能够明明知道他会出卖你 还有个人合作 我看我们整个信任而为王就被摧毁掉 因为这是他的看法 他有权利有个看法 可是我们党的立场是很难去接受的 因为根本不信任他 他是背后插刀的人 你不知道 背后插刀的人你还要去跟他合作 你是不是自找的 第一次骗你的话是他的错 第二次他还在骗你吗 是你自己的错 林冠宁其实在星期一就已经发文告强调 在野党对抗国阵的大帐篷必须排除国盟 但拉斐兹隔天宣布付出政台的时候却揭露 听说西蒙主席理事会已经同意要与国盟协商再来接大选合作 对此林冠宁回应拉斐兹在无中生有 而且拉斐兹的言论其实是冲着公正党主席安华而来 因此他应该竞选党主席职位而不是树立主席 因此就虽然我说,除了海络党主席 他仍然说,我们要在零与国盟协商 但我认为这种主席他是向安华和PKR 因此他说明了只在胖协调 而且他说明了都只是在胖协调 当你射文向零与国盟协调 是向胖协调之间迫的胖协调和 folk和协调 拉斐兹声称 由于不认同党的决定 而在2019年开始淡出政坛 安华前证据秘书法哈斯对此批评 拉斐兹的这番言论显示 拉斐兹自负专后 过去得不到绝对权力就告假离开 法哈斯昨晚发文告指出 许多人认为 拉斐兹无法接受领袖的集体决定 而且唯有获得党主席的绝对权力 才能够满足他 既然自认是党的忠实知者 那么拉斐兹在回归政坛的时候 就应该谨慎发言 避免伤害公正党党员的情感 针对拉斐兹说 自己不直接问鼎党主席的职位 是为了避免惹是生非 法哈斯则反击 如果拉斐兼信 自己能够做得比安华更好 就应该挑战党主席职位 法哈斯写道 他相信自己有资格挑战安华的主席职吗 如果是如此 我们是民主的 让公正党党员亲眼看看 那些渴望权力 意图推翻党领导层者的嘴脸 财长东顾扎夫鲁 今天缺席国会 引来辞职的传测 城市党伯格仙纳国会议员 马夫兹在国会表示 扎夫鲁曾经放话 如果政府允许公积金会员 提领公积金 他就会辞职 因此马夫兹宣问 由于首相昨天宣布 允许民众提领公积金 因此扎夫鲁 今天没有出席 国会的财政部问答环节 是不是因为他已经辞职 不过扎夫鲁随后在面子书 否认辞职的揣测 他写道 他今早是因为个人紧急事故 才被迫缺席国会会议 扎夫鲁也附上前锋报的报道截图 并附上虚假的字眼 他斥责前锋报 没有向他求证 就擅自报道他已经辞职 不同大会昨天拉开序幕 但和往年不一样的是 大会上并没有看到伊斯兰党代表的踪影 进一步显示 不依两党的关系 已经降到冰点 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证时 伊党并没有收到出席乌统大会的邀请 昨晚乌统书理主席莫哈萨 为B绑组织主持开幕时 就不点名批评 伊党勾三八四 而今天 巫统女青团 更直接和伊党说再见 sayonara 因为政治里没有一夫多妻制 tiada poligami dalam politik saya ulang tiada poligami dalam politik tiada poligami dalam politik pilih satu antara dua sayonara PAS selamat tinggal PAS bye bye goodbye PAS semoga bahagialah kamu dengan pasangan hidupmu di kalangan katak dan jengking tadi 莫哈萨昨晚演讲时质疑 掌握政权的巫统官职派 为何拖延大选 他说 巫统要尽快举办大选 因为巫统不应该受制于人 或依赖在野党的备忘录 来维持政权 而且巫统要趁敌人脆弱的时候 发起攻击 manfaatkan segala peluang dan ruang atas kelemahan musuh kita ini kita kan menyerang waktu mereka lemah Datuk Seri ini filosofah tentera strike while your enemy is weak and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dengan izin jangan tunggu dia dah dia dah regroup balik besok regroup dia bersama-sama dia dia dah cuyuk mulut macam PIDU 14 Tun Mahathir dengan Wibram cuyuk mulut baru kita nak buat sorry Datuk Najib itu masa itu kita buat mati menempah maut this is the time now is the right time for us to strike 若佛苏丹提布拉辛 昨天委任温哈菲兹 担任大臣后预令 所有行政议员的人选 必须在受委前 事先申报财产 以及接受警方和反贪会的审查 确认身家背景清白 苏丹也预令 要仔细核实 每一个行政议员人选的学历背景 苏丹今天在面子书发文告 通知了有关预令 并提醒柔佛周选已经结束 所有戴意识 必须紧密合作 促进柔佛繁荣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KinneyTV众频道的YouTube 和面子书 我是谢伯伯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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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